来看看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奖项的国研学伴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19级管理学院的吴迪 我是19级管理学院的刘天 我是18级管理学院的余英传 我是18级管科的魏毅 我是18管理学院统计系的系型号 我是来自17级管理学院统计学系的本科生谭博宇 我是大三统计系的弗毅 我是18级管理学院黄智辉 学败的数学学习JIPS 我认为参加数模竞赛 不仅需要扎实的数学和编程功底 同时还需要组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默契配合 其实还是你怎么去把你整个一个模型的逻辑 把它清楚地说出来 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做的算法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最终我们要给评委看的其实也就是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代码的一个思路 更好地展现在我们的论文上 学习好数学建模 表现阅读教材 了解一些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 然后掌握一两门编程语言 在此基础上 要学会先自己思考 再阅读别人的优秀论文 这样才能不断提升 不断进步 我觉得学好数学建模的关键在于运用 也就是把数学模型 运用到自己对于身边的问题的思考当中去 在每一次的推翻和修改当中 就会对数学建模的技巧有一定的提高 我认为数学建模呢首先是要多练习 只有通过练习 你才能对模型更加深入的理解 其次呢是要多做一些前行准备 比如多掌握几个编程语言 或者多学习一些海白的技巧 我觉得只要好好学习 我们的专业课 然后有空的时候呢 自己自学一下Metalab 或者深入学习一下Python 再找上几个好队友 我相信大家只要努力就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在数学建模大赛的这个准备过程中呢 就还要多熟悉一些数学优化方法和统计概率模型 而在大赛的比赛过程中 最重要的只是团队沟通 要学会倾听来自队友的不同意见 怎么样 你有收获吗 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